天文台预计今年会有5至8个热带气船 全年平均气温会比正常高 天文台预计今年会有大约5至8个热带气船 进入本港500公里的范围 而全年的平均气温会比正常高 天文台公布今年天气展望 推测本港有机会6月或之后踏入风季 至到10月或之后结束 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船数目 属于正常至偏多 大约有5至8个 而全年雨量接近正常 介乎2100至2700毫米 但仍然有机会受暴雨影响 去年9月的世纪暴雨在多区造成破坏 10月台风小犬来袭 短时间内改发9号增强信号 同样令很多市民措手逼及 天文台说大暮山雷达 今年将会投入运作 监测各种恶劣天气 亦会加强信息发放 包括在黑雨下进行每个钟简报 大家要明白暴雨的预测能力 比较困难 因为暴雨发展得很快 也有很大的随机性 无论是多少也好 我们的预警信息也希望能够及时 尽量早给大家 当然这里也有个考虑的准确性 所以越早就有机会令到区报的情况有所出现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以最科学的方法 作为一个适当的平衡 天文台亦预测今年全年平均气温较正常高 进入最高气温纪录头10位的机会为高 而回顾去年全年都是较正常温暖 是自184年有纪录以来 其中一个第二暖的一年 全年54日酷热天气 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多 母亲电视记者 杂居文部